这是一个量子实验池,我们用它来做量子碎穿实验 池子中有两个电子,它们具有不同的初始动能 电子的能量决定了它能翻越多高的墙 如果墙的高度大于它能翻越的高度,那么它应该就过不去了 但它偏偏就过去了,好像它是穿过去一样 这就叫量子碎穿 画面中的量度代表在那个地方找到电子的概率 下面的电子能量比上面的电子大 它穿墙的概率也就比上面的电子大一些 我们加到两个量子的初始动能 它们穿墙的概率也更大了 我们再加一堵墙 再加更多的墙 上面能量小的电子穿过去的概率明显比下面能量大的电子要小 我们再来试试量度很薄但靠得很近的墙 并且把墙调整到适当的高度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上面能量相对较小的电子 穿墙的概率反而更大 这就是邪正碎穿